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教单车也是从42岁开始学的 学了以后我想证明一样东西是说 我可以做到 我这是这一次是第一次走到这个舞台 大多数都是有几后的来 也有零零后的 我想做这个事情 我想就是告诉很多很多 我们这种70年代的女性朋友 就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肯去跨出你的这第一步 你真的是可以做得到 以前是高中老师 35岁开始创业 创业的时候家里又特别的大 人也得了抑郁症 从40岁开始健身了 我体质特别弱 就老容易生病啊 我的健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脂 就是为了健康 觉得是健身挽救了我吧 是去年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只比赛了三个月 我拿了比基因的冠军 参加了我的信心 我好像在这个方面 还挺有一点点小天赋的 而且也在比赛的过程中 发现自己就是爱上了姐妹 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自己的实践证明 就是我以47、48岁的年龄 我获得的进步 比20几岁的姑娘还要大 以前我是做那个肚皮肤教练的 是跳肚皮肤的话 肉是松的 后来就开始解除健身 他就发现一个月以后 身上的肉就紧致了 就爱上了健身 爱上健身就到南京 连行了个教练培训 然后我就回来开始多教练 从不用化妆品 只涂儿童三 从化妆品的皮肤还要好 只锻炼 如果我爸爸要是没有走 假如我弟弟没有病 我根本不可能走到健身行业 人的话的钱呢都是逼出来的 状态好的话我会连续打 每年都打 大了以后或者就不打比赛 但是会坚持到 他感觉到这种太乐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